重慶卫视谢谢你来了 教师节特别奉献 走进校长爸爸 因为我们处理情同父子了 我也真拿他当作是一个孩子 这样的人才瞎了 真良心的 受欠 重回一段厉害命运的竹奏诗恩 才真像一个父亲一样 还让我走出这个情感上的因应呢 老师妈妈 一段不了诗生情 我的妈妈也没有这么体贴地来关心给我 一份刻骨铭心慈母爱 她只不过是我的老师班主任对吧 当时真的哭了一瓶死一瓶 一碗难忘幸福鸡蛋汤 为我们揭开一段大美诗生情 吴老师 谢谢你 这是我 作为一个教师应尽的侄子 使得志美 进秋重温 对我五年级时候的班主任 王万青老师说一声谢谢 李漂亮 感谢你的在天之灵 让我最终又变成一个花花连篇的人 我那样的轻轻的一个幸运 一直都在我心里面 老师们跟你们说一声 辛苦了 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教师节感恩奉献 有请主持人 涂磊 真情致谢重新开始 谢谢你来了 谢谢你们都来了 欢迎来到 谢谢你来了 我是涂磊 欢迎来到现场的 每一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来 我们认识一下 我们的三位老师 著名的心理专家 百艳怡 百老师 著名的媒体评论人 石树思 石老师 美女主播 小影子 好 让我们一起来看到 今天的故事 我们那个时候 父母亲是棍棒底下出彩子 所以父母亲自私老师打我们 所以一见到老师呢 就害怕 对他们有个抵触的心理 到了初中 完全不一样了 初中的老师他们非常温和 不打人 尤其是我那个班主任 吴老师 当时我在想 这是不是战时的 是个假象 后来完全证明 我的想法错了 老师像妈妈一样对我 如果不是吴老师 让我懂得读书能够改变 悖悖悖悖这个道理 我想 我一直走不出这一片大山 后来离开学校的时候 我曾经和老师说过 我会到学校看他的 可是我失忆了 后来也失去了老师的音讯 知道多年的感谢 一直没有机会说出口 感恩老师 我们掌声有请老师吴碧华 你好 有些人是有职业脸的 就一看就是干那个 是吧 我看您一看就像老师 我是教数学的 是教小学还是中学 小学里面我也教过 初中里面也教过 他一说话马上那个味就来了 一口的姜浙话 姜浙哪里的 是姜林安寺 我是杭州的 这是你学生是吧 对 这你学生怎么看着比你老啊 那我记得你啊 10岁的时候我已经吃了3岁了 你已经73了 10岁 看不出来啊 了不起60多 对吧 您从业多少年了 20年左右 你多少年退休的 2001年 2月22日退休的 他是你的学生当中 属于那种 哪种类型 学生姜中华吧 他本来呢是大山上下来的 不适合讲话的 有点自卑感的 16年过去了 您退休之后的这16年 当年教过的学生 有多少来看你的 那有不少 他现在还有很多的 到我这里来 有眼的有近的嘛 他是属于 经常来看您的吗 学校出去以后 江中华同学呢 他将近40年了 我们没有见过你 40年没见 对 所以他不是那种 时常来看望你 那他有他的事情的 那我们来听听 到底是什么事情 有请江中华 谁是谁的老师 感觉他还比你年长一些 完全有可能 你多大年纪 54 40年没见了 对 因为学校里出来以后嘛 到外面去拼搏 在外面拼搏的时候嘛 也没有时间回来 再一个的话呢 那个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读书 不一样的 大家又没理性方式 一直到 应该说是搞同学会了 然后同学找同学 然后再找老师 然后我再找到他 为什么那么想念老师呢 因为吴老师和别的老师不一样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父母亲 就是跟老师说的 第一句话就是 我的小孩不听话 你给我打 反正打了我们 坚决支持你 以前是这样的 对 但是到了初中以后呢 他不一样了呀 那初中遇见了 到了初中的话嘛 吴老师 就是他是我的班主任 吴老师教了你几年 教了我两年 初一 初二 还记得第一印象吗 当时我们山上老师们 很凶的 然后到了吴老师 这个班里以后 他很和蔼的呢 很轻 就是感觉好像 就是有点像自己的 比妈妈还好 这种感觉 这么好的 对 当时我还这样想 我在想 这可不可以 可能会不会是假象 就是我们刚刚来 然后给我们一个 一个忽悠一下 总有一天凶相毕露 昨天那个很凶的那种 暴露出来了 但是我是这么想的 事实上 事实上完全错了 那会儿 这个中学流行家访吗 家访 老师近一年 可能要好几次 到我们那个山上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那么频繁的家访呢 学生在他们 他们这个环境里面啊 究竟家里的 对他们的要求怎么样 社会上 城里面的人 对他们有什么要求 有什么想法 如果说我们这质品的东西 都不了解的话 你要叫好一个学生 是不容易 那么我们进家房的时候呢 他还不太希望我们去了 你去过吗 去过 后来就进门的 第一次去不进 进不了门的 他们家好远吧 是这样的 那我的家呢 是在林安 去杭州林安 林安那个海拔有700多米 将近800米的那个高山上 要走将近两个半到三个小时 都是上坡路没车的 都走的 你看那个时候的老师这么好 两个半小时走山路去给他家访 是吧 你为什么不愿意让吴老师家访 因为我们家里特别穷 我们家我有一个奶奶 大伯呢是常年躺在病床上的 然后家里就是也没有像样的凳子 也没有像样的桌子 更何况也没吃的 大米饭你只有过年才吃吃的 老师又不是去你们那吃饭 但是呢我是这样想的 一个这么穷 然后老师这么远的路上来 你要不要招待他吃一点 那后来还不是去了 后来嘛感动了 咋感动了 因为我不是住校的嘛 我刚才说了我家里特别穷 在学校里吃饭的话 你不可能带别的东西的呀 肯定要带米的呀 带个五斤米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的话 那么吃五天 然后这个来住校的话 米还寄来的 那不够吃怎么办 再借呀 然后我们是那个村里借不倒 到另外左石兜里 路到其他的村里去借呀 然后带了五斤米下来 那么我就想家里反正借的 我们吃个三斤多一点 鱼还一斤多 那么三个星期下来 第四个礼拜的话 我就不用带米了 给家里省了五斤米了 然后呢礼拜六嘛 我们放学回去了 礼拜天下来晚上到的 到了一看米脱掉了 那小偷脱掉了 没饭吃了 没饭吃了 那个心里 那个委屈 那个火啊 我说小偷 谁的东西不好偷 天要偷我家 我最没得吃的人 这个时候呢 吃晚饭了 肚子饿嘛 我又不敢去跟老师说 然后我就一个人 拿个棍子 在那个寝室里呢 那个角落上 也不是画画 反正就这样 发泄吧 发泄呢 我那个同学就过来了 他说哈哈 你饿得吃了吧 我本来就委屈 就有一股火 那个时候我就想一没想 手上那个棍子 就一棍子打在他的脸上 打破了 出血了 你把别人打破了 对 打破了 然后我当时也瞎蒙住了 然后我那个同学就跑回家了 然后他们家长就赶到吴老师这儿来 我就躲起来了 我怕了 我就躲在警司里了 然后就吴老师给我处理 他平常不惹事吧 平常不惹事 就那次饿荒了 饿荒了 肚子已经饿得要命的 当时我也不知道了 后来家长来了以后 我才知道了 他说这个孩子 这么大人的 打得我的儿子怎么样 怎么样 我说你不要去贵他 这要贵老师 没有教育好 我这么说的 这老师真好 我说你不要去贵他 因为他本身已经是很苦的 如果是打算了还是出息了 要多少钱我来付 那他那次赔了多少钱 那是赔的比较少 那我说你这多少 我就给多少吧 给了多少 那两块钱不去赔 那个最很少的 我最三十六块钱 一个月的工资 我说已经把学生 交到学校里来 这是我的责任 因为我是班主 那那天晚上他怎么对付的 他还饿着呢 就他们饿着了以后 我呢离开学校也很近的 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的时间 能够到我家的 但是我们每一个老师都住校的 因为是班主生的话 那更不理会 因为学生一个班 我这几个人在你 这个班里 如果你不关好的话呢 那是责任更大 所以我主校了解的以后呢 后来呢 就弄得了另外的东西 给他吃一吃 你肯定对那一顿记忆犹新 那个是吃的是 好像是两分钱一个的那个血饼 这么大的 外面都是一层白白的面粉 甜的 好吃吗 哎哟好吃吗 我长这么大 我第一次吃这个饼 然后老师他 他家里又带了米给我 不光拿几个饼来给我吃 还带了米送来给我 所以说真的是 你哭了吧 那时还没有 但第二次的事情 我真的是感动了 因为 因为我吃饭的话 我蒸饭 我蒸一点点米 我想省点米 就是每早饭 也是蒸的是稀饭 中午你蒸饭和那么一点点 晚上也那么一点点 然后可能饿晕了吧 还是什么 反正营养不良 那天我起不来了 就感觉 这个头在晕头转向了 就躺在床上没去上课了 没去上课的话 老师上课的时候 一看江中华没来 他马上等到前世就过来 过来的时候 他摸了我的额头 稍微有点发热 也有点 然后他就回家 去煮了一碗鸡蛋 鸡蛋 一个一个 用油煎起来 用油煎起来 然后再打汤 打汤 那个特别香 从来没有吃过 没吃过 对 就在家里都没吃过 然后也没有得到过 就是自己在家里 身体不好了 妈妈也根本没有 这样来关心过 因为那种蛋 用那样去煎挺废油的 我的妈妈也还从来没有 这个我小时候肯定要生病了嘛 也没有这样 这么体贴的来关心过我 更何况我老师 他又不是我的亲切 又不是我的阿姨 他只不过是我的老师 班主任对吧 然后当时真的 我真的哭了 一边吃一边的 好吃吗 你说呢 这是第一个在您的宿舍里能够吃到您的鸡蛋汤的学生吧 对的 他那晚下了几个蛋 两个蛋 两个 三个 有三个 几个鸡蛋你都记得这么清楚啊 对 他当时你还不想吃呢 他是好像很不好意思的 那是不行 我说你要想读书的话 要想记得学下去的话 你一定要给他吃下去 他说的很多话 都说的非常自然 这个既然交到了学校来 就是学校的责任 他闯了祸 我老师也有责任 任何问题不能怪孩子 要找他家庭当中的一些根源 就所有的这一切 不光是说教育方式科学 真的是将心比心 对 一顿温馨的鸡蛋汤 对 非常非常的温暖 彻底被老师的人格魅力给折服了 对 然后我上学就特别的认真 我刚刚到吴老师班的时候 出来惭愧 大家也别笑话我 我们55个人是个大班 倒数第二名 那吃过鸡蛋之后呢 一个学期下来 就是前第12名 鸡蛋的疗效很大嘛 这主要感谢鸡蛋 这是一个方面 感谢吴老师的鸡蛋 吴老师的鸡蛋 当然还要感谢你自己有感恩之心 因为你不能做别的 你唯一能做的就回馈老师 就成绩 只有把成绩提上去 对对对对 除了这些生活上的照顾 学习上的指导之外 你还记得吴老师给予你的哪些帮助 还有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的话 对我也是刻骨铭心的 因为家里穷 放学回家 就山上去砍柴 然后因为爸爸妈妈要挣公分 要挣公分的话 我柴砍和砍回来以后 粗一点的 我要把它破开来 要劈开 劈开 劈开的时候呢 我劈的时候呢 力气小 我就干脆用这个手去扶着它 劈手吧 一斧头下去嘛 这也疤痕了 一斧头把手给劈带了 这个手指头掉下来了 切掉了一小片 对 然后就一块 就一点皮 我再安住它 没办法 只有跑回家了 跑回家跟妈妈说了 那么我妈妈妈就用那个 大家盖过的蚕丝背的那个蚕丝 用土方法蚕丝 把它烧成灰 抹上去 抹上去 然后再去弄个破布 一包就不管了 礼拜六晚上在家里有一天痛了 晚上都睡不着觉的 就痛得这样哇哇叫的 到礼拜天下午 还是要到学校里来上课 要做校的嘛 那么第二天上课的时候 这手在发抖啊 痛得发抖啊 老师看到了 他就把我带到他寝室里去了 然后用一个土方法给我包上去 这个土方法呢 老师用了一颗子痛片 弄了一丁白糖 然后我们那时候很经常没有电的嘛 没有灯的那个煤油 子痛片碾成粉一半 包上给我包上 当时就不痛了 很冷很冷的 您还会懂一 这个一呢 实际上我是不懂的 因为我在想啊 一个班里面那么有二十多 将近二十个夸吧 走校的 那如果是作为一个班主人呢 你什么都不懂 你万一有什么事情来 你作为班主人你怎么去处理呢 我在学校里有的时候有可能跑步就吃了 他这手怎么弄痛了 那如果说我懂得一点的话 我就可以暂时可以处理一下 那么我就问那个年纪大的老爷爷他们 他们说用这个止痛片 捏粉 他的止痛 然后呢用这白糖 这用这种煤油 给他一定要拌脚 脚匀了 就给他包在那里 我想不妨在这里试一下 真的不行 上医院去 因为那个时候的本来像学生这样的话嘛 马上送医院来 那个时候我们到医院要五粒鹿之味 那么多个学生在 你马上给他送出去 那不太可能的啦 那我想歇试一下 后来包好了以后 给他弄好了以后 过了一段时间 我说完你痛不痛了 不痛啊 他说病年龄好得多了 那我想在他的身上可能有点效果 想得真周到 对吧 老师也要多学习 这也是应该的吧 你对所有的学生都这样吗 那是 那在班里的学生都一样 也不仅仅是他们这个班 因为我从小学也教过 初中也教过 后来他是教了你两年就没教了是吧 对 然后不然到别的地方去读了 那分别的时候特别是依依不舍吧 分别的时候 老师因为知道我家里穷 那么他还特地还偷偷了 还筛了十几块钱给我 给你 对 让我要好好学习 他是争取你家里这么困难 能争取智职业以后 能够考上中专 那个时候还不要想大学 就能够考上中专 有个好的工作以后 就更加好了 所以那个时候分开的时候 毕业的时候 我跟老师说了 我说当时我不要 我说老师你总共才三十来块钱一个月 你这一下子筛半个月工资就没了 老师自己有两个女儿 对吧 还要养的呀 对不对 所以我说我不要 老师一定要你筛给我 那我跟老师说了 老师我说你放心 我以后我肯定会经常要来学校 到学校来看你的 你这四十年来 那你有的是机会去可以找老师 没有 那么七年 那是这样的呀 我如果要去看老师的话 我必须要有一个比较 自己有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成功 这样感觉到有个面子 否则的话老师对我这么好 潦倒地去看老师 你说对不对的去老师 让老师看了心里也不好过 我现在不算成功 但至少不了岛 你还好老师身体好 七十多岁这么年轻 对那是的 你万一又是看不到老师 你后悔吗 那肯定后悔 那肯定后悔 所以今天到这儿来 对 找老师感激 对 这是几十年前就想说的一句话 一直这么多年 拖到现在 刚才真的你说得非常对 如果说老师真的身体好 对 老师身体比你身体好 对 心态好的人特别年轻 特别 你看都七十三岁还这么漂亮 是吧 嘴巴甜的 看他们俩 搞得我们也有点想找原来的老师 见一见 看看他们现在生活得怎么样 但是刚才 据你们所描述的这故事当中 这吴老师真的 远远不止下一位老师 他真的比很多长辈 很多你自己的一些亲戚 甚至比你的母亲 对你的关爱都要细腻 对 所以恰恰是这样的人格魅力 深深地嵌入在了你的脑海里 对 如果你不找他 你心里都感觉缺了点什么 对 是吧 会内疚 心里就是 就好像总有一件事情没做 这个事情没做 睡觉也睡不踏实 三位老师 不 我们不好意思称老师了 只有这老师在这 我们还敢称老师 算了吧 三位小朋友们 是不是也怀念你们的老师了呀 我们这样好不好 每个人在发言之前 每个人说一个自己心目当中 印象最深的老师 我正想说这件事 我印象中最深的老师 就是我五年级时候的班主任 王万青老师 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您能从镜头上看到今天的我 我上课的时候 喜欢偷偷地看一些这种 就是古典的名著 什么《简爱》啦 《茶花女》啦 《小王子》啊这样的书 然后呢 每一次我都以为 我能逃过他的眼睛 他在上面教语文 结果他下课以后 都会偷偷问我 你今天又看什么书了 然后会跟我讨论 他会说你下次不可以 就是你的课 因为我确实是完成了课本的 我喜欢预习 他讲的东西 我确实知道的情况下 他也确保我知道 当时我们班 有一股这样的风气 你知道吗 就那种绿皮的经典小书 但当时老师 对我们这样的行为 是发起了一个 这样的兴趣小组 让我们每天上课 前的五分钟 去介绍你 你最近在看什么书 你看了这本书 在讲什么 你为什么要看 这是我从小长到大 我从来没有接触到过的 那种教育形式 所以就真的 王万卿老师 在五年级的时候 对我的这种教育 对我的这种信心的建立 一直影响到我今天 我可以说 如果没有当时 王万卿老师 对我的这种肯定 我可能甚至不会 走上主持人这条路 我不会有勇气 有信心站在舞台上 跟大家面对面的 来交流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就是 所以因为第一点的 这个原因 我就对今天 我们这个仲华大哥的 这种行为 真的特别让人尊敬 因为这是一种 不忘初心的一种行为 我觉得今天我们看了这一期节目 所有所有的教师们 包括像我们在座的很多嘉宾们 要对我们曾经 所有在我们迷途中 给我们指导的老师们 说一声谢谢 站起来说 谢谢 吴老师好 你好 江先生好 特别的感动 特别的温暖 同样也有一位老师 一直是在我的内心的深处 恰好他也姓王 我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 王老师 他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 我妈妈那时候得了 出血性子癫 就是血液病 然后去住到医院 爸爸就去医院照顾妈妈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会被王老师 带回了她的家 因为那是妈妈 第二次住院 下病危通知 所以知道可能 妈妈是有很大的危险的 很恐惧 非常非常的恐惧 但是我又是一个 不太愿意哭的孩子 小的时候也不愿意哭 然后就在那忍着写作业 忍着眼泪 然后他也有一个女儿 跟我一边大 然后当睡觉的时候 王老师就是跟他的女儿 就是他女儿跟他撒娇嘛 就在那儿亲呀亲呀 然后 然后我就背骨绳子 就假装睡着了 但其实我没睡着 然后就在他从床边走开的时候 他过来给我 因为我背对着外面嘛 然后他过来就给我 叶了叶背脚 然后 对不起 然后他就在我脸上亲了一下 就是让我对妈妈不在的那样的一种恐惧 驱散了很多 他可能也以为我是饶了那样的亲亲的一个 一个亲吻 一直都在我心里面 所以真的是想到很多 我也觉得我跟江大哥一样非常的幸运 真的是幸运 在人生那么黑暗的一段时光里面 去看到了温暖 感受到了一个光明 并且追逐着这个光明 一直去往前走着 所以吴老师是担得起妈妈这样的一个称谓的 就是为人师者 他真的是这样 所以吴老师刚才所有的 不管是在教学上的丰富 还是在生活上的体贴 包括去学一些简单的医疗上 为什么在那么艰苦的年代 却可以这样做 所以今天的特别感谢江先生 把这样的一个好老师 带到了我们谢谢你来了的舞台上 能够让我们去看到 教育背后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 非常感谢 讲讲我小学的故事 我长期的学霸 我有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父亲 我父亲是老师 教大学的 我七岁那年 得到了校长的接见 他决定抽出宝贵的时间 来接见一个小小的学霸 因为那时候 我懂的东西太多了 班主任不放心 班主任就问 他一定会问你一个问题 为什么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我说我爸逼的呀 然后班主任说不行 这样回答没有觉悟 我记得有见到校长的时候 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 校长正来吃饭 然后看到我来了 问了一个问题 我特别佩服我的班主任 为什么要好好学习呀 我说为祖国早日实现 四个现代化而好好学习 他笑声终止了 就问我一个问题 谁教你的 我说我班主任 真实答案呢 我爸逼的 我爸逼的 然后我的校长姓李 李校长感谢你的在天之灵 然后最终没有变成一个 花花连篇的人 他告诉我一句话 孩子以后无论遇到 多大的压力 诱惑 诱惑当时我还不太懂 一定记住要说实话 这件事三十年后 我校长走了 为了纪念他 我写了一本书 书名叫《实话实书》 你教过了一个学生 出身非常的贫寒 通过顽强的奋斗 自尊自立自强 直到快看看老师 直到把老师传给他的善良 回报给这个社会 足以 教师 为什么叫灵魂工程师 为什么一直受世代人的尊敬 因为他叫我们做人的道理 让我们永远对不起自己的内心 让他尽可能持久地干净 吴老师就是这样的人 你和你的学生 做了一个关于教师的 标准的示范动作 你够简单 你还有谦逊的美德 所以希望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 能引起更多人思考 谢谢你们来了 我们说三寸舌三寸笔三尺讲台 十年风十年雨十年树木 所以说被别人称作一次老师 的确是一次灵魂的洗礼 得好好对准别人对自己的这份称呼 有时间的话回去看看自己当年的老师 我刚刚仔细想了一下 我印象当中最深的老师太多了 初中一个 那个这个高中一个 复读班一个都有 我不知道说哪个好 我说了哪个我都怕伤另外一位老师的心 因为一直以来我就是个调皮的学生 所以很多老师对我印象都非常深刻 找了这么多年 找到了老师 老师 对 这个跟老师说点心里话吧 好不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 谢谢你来 吴老师 谢谢你 对一个老师来说 我们吴老师他当时的想法 包括现在也是这样想法 他只是他的工作 但是对我个人来说 不是你这样的来关心我 来教导我的话 我想我可能现在还是在我老家的那个山上 也还会很自卑 那所以我在我的心里 我始终觉得就是说 我的爸爸妈妈 他生育了我 养育了我 但是吴老师你教育了我 成长了我 在这里我要说声 谢谢 谢谢你 当中啊同学 我想在这里跟我们大家说 这是不勇气的 为什么呢 因为对你 对其他的同学 我都是一日同行的 这是也是我 作为一个教师 英俊的侄证 好 谢谢 谢谢 来 把你的礼物放在礼物传送袋上 什么呀 一个茶杯是吧 对 上面写的 诗恩难忘 祝您健康幸福 老师您辛苦了 特制的 来来来 两位 拥抱一下 拥抱一下 跟老师拥抱一下 谢谢 我们永远健康啊 永远健康啊 永远谢谢 谢谢 来 到这儿来 到这儿来 这电视机前所有 吴老师的学生看到这期节目的话都会非常的兴奋 是吧 老师给同学们的远远不止这一切 但我们永远记住的是老师的人格魅力和给予我们的善良和温暖 所以说所有为人师的朋友们要注意一定要在你的职业上做出你应该付出的并且珍惜这个职业给你带来的荣誉 别的不多说了 这个以后如果这些学生都来找您的话 我相信这个每一次的寻找都会给你带来更多的生机焕发 谢谢 别的不多说了 谢谢你们 再见 谢谢 吴老师 谢谢你 不是你这样的来关心我 来教导我的话 我想我可能现在还是在我老家的山上 祝你永远健康 永远快乐 谢谢 好吧 在生活当中不是谁都能够为人师 但是希望谁都可以做到好为人师 在做到为人师的同时 请记住这个称呼给自己带来的一种尊重 好吧 所有正在从事这个职业的老师们跟你们说一声 辛苦了 如果你们也有像他们一样的故事需要分享 有感谢或者是对不起的话 想要诉说 也欢迎来到这个舞台 我们准备聆听你的故事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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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主持人 涂磊 真情致谢 重新开始 谢谢你来了 谢谢你们都来了 欢迎来到 谢谢你来了 我是土雷 欢迎来到现场的 每一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来 我们认识一下 我们的三位老师 著名的心理专家 百艳怡 白老师 著名的媒体评论人 石树思 石老师 美女主播 小影子 好 让我们一起来看到 今天的故事 我们那个时候 父母亲的是棍棒底下出彩子 所以父母亲呢 支持老师打我们 所以一见到老师呢 就害怕 对他们有个抵触的心理 到了初中 完全不一样了 初中的老师他们非常温和 不打人 尤其是我那个班主任吴老师 当时我在想 这是不是暂时的 是个假象 后来完全证明 我的想法错了 老师像妈妈一样对我 如果不是吴老师 让我懂得读书 能够改变妹妹这个道理 我想 我一直走不出这一片大山了 后来离开学校的时候 我曾经和老师说过 我会到学校看他的 可是我失忆了 后来也失去了老师的音讯 知道多年的感谢 一直没有机会说出口 感恩老师 感恩老师 我们掌声有请老师吴碧华 你好 有些人是有职业脸的 一看就是干那个 是吧 我看您一看就像老师 我是教数学的 是教小学还是中学 小学里面我也教过 初中里面也教过 他一说话马上那个味就来了 一口的江浙话 江浙哪里的 十江灵安寺 我是杭州的 这是你学生是吧 对 这你学生怎么看着比你老 那我亲你啊 十岁的时候我已经吃了三岁了 你已经七十三了 哎呀十岁 看不出来啊 了不起六十多 对吧 您从业多少年了 二十年左右 你多少年退休的 2001年 二十二是退休的 他是你的学生当中 属于那种哪种类型 学生江中华吧 他本来是大山上下来的 不适合讲话的 有点自卑感的 十六年过去了 您退休之后的 这十六年 当年教过的学生 有多少来看你的 那有不少 他现在还有很多的 到我这里来 有眼的有近的嘛 他是属于 经常来看您的吗 学校出去以后 江中华同学呢 他将近四十年了 我们没有见过你 四十年没见 对 所以他不是那种 时常来看望你 那他有他的事情的 那我们来听听 到底是什么事情 有请江中华 谁是谁的老师 感觉他还比你年长一些 完全有可能 你多大年纪啊 五十四 四十年没见了 对 因为学校里出来以后嘛 到外面去拼搏 嗯 嗯 反正打了我们进去支持你 以前是这样的 对 但是到了初中以后呢 他不一样了呀 那初中遇见了 到了初中的话嘛 吴老师 就是他是我的班主任 吴老师教了你几年 教了我两年 初一初二 还记得第一印象吗 当时呢 那我们山上老师们很凶的 然后到了吴老师这个班里以后 他很和蔼的呢 很轻 就是感觉好像就是 有点像自己的比妈妈还好 这种感觉 这么好呢 对 当时我还这样想 我在想 这可不 可能会不会是假象啊 就是我们刚刚来 然后给我们一个 一个忽悠一下 总有一天凶相毕露 总有一天那个 很凶的那种暴露出来了 当时我是这么想的 事实上呢 事实上完全错了 那会儿这个中学流行家访吗 家访 老师近一年可能要好几次 到我们那个山上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那么频繁的家访呢 学生在他们 他们这个环境里面啊 究竟家里的 对他们的要求怎么样 社会上 城里面的人 对他们有什么要求 有什么想法 如果说我们这质品的东西 都不了解的话 你要叫好一个学生是不容易 那么我们进家访的时候呢 他还不太希望我们去了 你去过吗 去过 到后来再进民的 第一次去不进 进不了没有 他们家好远吧 是这样的 那我的家呢 是在灵安 去杭州灵安 灵安那个海拔有700多米 将近800米的那个高山上 要走将近两个半到三个小时 都是上坡路没车的 都走的 你看那个时候的老师这么好啊 两个半小时走山路去给他加访 是吧 你为什么不愿意让吴老师加访 因为我们家里特别穷 我们家 我有个奶奶 大伯呢 是常年躺在病床上的 然后家里就是也没有像样的凳子 也没有像样的桌子 更何况也没吃的 大米饭你只有过年才吃吃的 老师又不是去你们那吃饭呢 但是呢我是这样想的一个这么穷 然后老师这么远的路上来 你要不要招待他吃一点 那后来还不是去了 后来嘛感动了 咋感动了 因为我不是住校的嘛 我刚才说了我家里特别穷 在学校里吃饭的话 你不可能带别的东西的呀 肯定要带米的呀 带个五斤米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的话那么吃五天 然后这个来住校的话 米还寄来的 那不够吃怎么办呢 再借呀 然后我们是那个村里借不到 到另外佐石兜里 落到其他的村里去借呀 然后带了五斤米下来 那么我就想家里反正借的 我们吃个三斤多一点 鱼还一斤多 那么三个星期下来 第四个礼拜的话 我就不用带米了 给家里省了五斤米了 然后呢礼拜六嘛 我们放学回去了 礼拜天下来晚上到的 到了一看米偷掉了 那小偷偷掉了 没饭吃了 那个心里 那个委屈 那个火啊 我说小偷 谁的东西不好偷 天要偷我家 我最没得吃的人 这个时候呢 吃晚饭了 肚子饿嘛 我又不敢去跟老师说 然后我就一个人 拿个棍子 在那个寝室里呢 那个角落上 也不是画画 反正就这样 发泄吧 发泄呢 我那个同学就过来了 哈哈哈哈 你二豆子了吧 我本来就委屈 就有一股火 那个时候我就想一没想 手上那个棍子 就一棍子打在他的脸上 打破了出水了 你把别人打破了 对打破了 然后我当时也瞎蒙住了 然后我那个同学就跑回家了 然后他们家长就赶到欧老师这儿来 我就躲起来了 我怕了 我就躲在寝室里了 然后就欧老师给我处理 他平常不惹事吧 平常不惹 就那次饿荒了 饿荒了 饿荒了 肚子饿得要命的 当时我也不知道了 后来家长来了以后 我就知道了 他说这个孩子 这么大人的 打得我的儿子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你不要去怪他 这要怪老师 没有教育好 我这么说的 这老师真好 我说你不要去怪他 因为他本身已经是很苦的 如果是打算了还是出血了 要多少钱我来付 那他那次赔了多少钱 那是赔的比较少 那我说你这多少 我就给多少吧 给了多少 那两块钱不去赔 那个是很少的 我只有三十六块钱 一个月的工资 我说 已经把学生交到学校里来 这是我的责任 因为我是班主人 那那天晚上他怎么对付的 他还饿着呢 就他们饿着了以后呢 我呢 离开学校也是很近的 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的时间 能够到我家的 但是我们每一个老师都住校的 因为是班主生的话 那更不理会 因为学生一个班 我这几个人在 你这个班里 如果你不关好的话 那是责任更大 所以我住校了解的以后呢 然后呢去弄到另外的东西给他吃一下 你肯定对那一顿记忆犹新 那个是吃的是好像是 两分钱一个的那个血饼 这么大的 外面都是一层白白的面粉 甜的 好吃吗 哎哟好吃吗 我长这么大 那我第一次吃这个饼 然后老师他 他家里又带了米给我 不光拿几个饼来给我吃 还带了米送来给我 所以说真的是 你哭了吧 那时还没有 但第二次的事情 我真的是感动了 因为 因为我吃饭的话 我蒸饭 我蒸一点点米 我想省点米 就是每早饭也是真的是稀饭 中午你蒸饭和那么一点点 晚上也那么一点点 然后可能饿晕了吧 还是什么 反正营养不良 那天我起不来了 就感觉 这个头在晕 晕头转向了 就躺在肠上没去上课了 没去上课的话嘛 老师上课的时候嘛 一看江中华没来 他马上感到前世的过来 过来的时候呢 他摸了我的额头 稍微有点发热也有点 然后他就回家 去煮了一碗鸡蛋 鸡蛋 一个一个用油煎起来 用油煎起来 然后再打汤 打汤 那个特别香 从来没有吃过 没吃过 对 就在家里都没吃过 然后也没有得到过 就是自己在家里身体不好了 妈妈也根本没有这样来关心过 因为那种蛋用那样去煎挺肺油的 对 啊 我的妈妈也还从来没有 这个我小时候肯定要生病了嘛 嗯 也没有这样这么体贴的来关心过我 更何况我老师他又不是我的亲切 又不是我的阿姨 他只不过是我的老师班主任对吧 然后当时真的哭了一边吃一边的 对 好吃吗 你说的 这是第一个在您的宿舍里 能够吃到您的鸡蛋汤的学生吧 对的 啊 他那晚下了几个蛋 两个蛋 两个 三个 有三个 几个鸡蛋你都记得这么清楚啊 对 他当时你还不想吃呢 他是好像很不好意思的 哦 那是不行 我说你要想读书的话 要想记得学下去的话 你一定要给他吃下去 有他说的很多话都说的非常自然 这个既然交到了学校来就是学校的责任 他闯了祸我老师也有责任 任何问题不能怪孩子 要找他家庭当中的一些根源 就所有的这一切 不光是说教育方式科学 真的是将心比心 对 一顿温馨的鸡蛋汤 对非常非常的温暖 彻底被老师的人格魅力给折服了 对 然后我上学就特别的认真 嗯 我刚刚到吴老师班的时候 出来惭愧大家也别笑话我 我们55个人是个大班 倒数第二名 那吃过鸡蛋之后呢 一个学期下来 就是前第12名 这鸡蛋的疗效很大嘛 这主要感谢鸡蛋 这是一个方面 感谢吴老师的鸡蛋 吴老师的鸡蛋 当然还要感谢你自己有感恩之心 因为你不能做别的 你唯一能做的就回馈老师的 就是成绩 对 只有把成绩提上去 对对对 除了这些生活上的照顾 学习上的指导之外 你还记得吴老师给予你的哪些帮助 还有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的话 对我也是刻骨铭心的 因为家里穷 放学回家 就山上去开财 因为爸爸妈妈要挣公分 要挣公分的话 我财和砍回来以后 粗一点的 我要把它破开来 要劈开 劈开 劈开的时候 我劈的时候 力气小 我就干脆用这个手去扶着它 劈手 劈手 一斧头下去 寒刺也疤痕了 一斧头 把手给劈带了 这个手指头掉下来了 切掉了一小片 对 然后就快 就一点皮 我就按住它 没办法 只有跑回家了 跑回家跟妈妈说了 那么我妈妈妈就用那个 大家盖过的蚕丝 背的那个蚕丝 用土方法蚕丝 把它烧成灰 抹上去 抹上去 然后再去弄个破布 一包 就不管了 礼拜六晚上在家里有一天 痛了 晚上都睡不着觉 就痛得这样 哇哇哇叫的 到礼拜天下午 还是要到学校里来上课 要住校的嘛 那么第二天上课的时候 这个手在发抖 痛得发抖 老师看到了 他就把我带到他寝室里去了 然后用一个土方法 给我包上去 这个土方法呢 老师用了一颗子痛片 弄了一点白糖 再然后我们那个时候 很经常没有电的嘛 没有灯的那个 没有 子痛片 碾成粉 一半 包上 给我包上 当时就不痛了 很冷很冷的 您还会懂一 这个一呢 实际上我是不懂的 啊 因为我在想啊 一个班里面 那么有二十多 将近二十个块吧 走校的 那如果是 作为一个班主人呢 你什么都不懂 你万一有什么事情来 你作为班主人 你怎么去处理呢 我在学校里 有的时候有可能 跑步就去了 他手怎么弄痛了 那我就 如果说我懂得一点的话 我就可以 暂时可以处理一下 那么我就问那个年纪大的老爷爷他们 他们说 用这个子痛片 捏粉 他的子痛 然后呢 用点白糖 再用点酶油 给他一定要搬脚 脚婴了 再给他包在那里 我想不妨在这里试一下 真的不行 上医院去 因为那个时候的 本来像现在这样的话嘛 马上送医院了 那时候我们到医院五粒路之外 那么多个学生在 你马上给他送出去 那不太可能的了 那我想歇试一下 后来包好了以后 给他弄好了以后 过了一段时间 我说 你痛不痛了 不痛啊 他说 病年了好多多了 那我想在他的身上 可能有点效果 想得真周到啊 对吧 老师也要多学习啊 这也是应该的吧 你对所有的学生都这样吗 那是 那在班里的学生都一样 也不仅仅是他们这个班 因为我小学也教过 初中也教过 后来 他是教了你两年 就没教了是吧 对 然后不然到别的地方去读了 那分别的时候 特别是依依不舍吧 分别的时候 老师因为知道我家里穷 那么他还特地 还偷偷地 还筛了十几块钱给我 给你 对 让我要好好学习 他是争取你家里这么困难 您争取知识以后 能够考上中专 那个时候还不要想大学去 能够考上中专 有个好的工作以后 就更加好了 所以那个时候分开的时候 毕业的时候 我跟老师说了 我说 当时呢我不要 我说老师你家 你总共才三十来块钱一个月 你这一下子 半个月工资就没了 老师自己有两个女儿 对吧 还要养的呀 对不对 所以我说我不要 老师一定要进塞给我 那我跟老师说了 老师我说你放心 我以后我肯定会 经常要来学校 到学校来看你的 你这四十年来 你有的是机会去 可以找老师啊 没有 那么七年 那是这样的呀 我如果要去看老师的话 我必须要有一个 比较自己有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成功 这样感觉到有个面子 否则的话 老师对我这么好 潦倒地去看老师 你说对不对的去老师 让老师看了 心里也不好过 我现在不算成功 但至少不潦倒 你还好老师身体好 七十多岁这么年轻 对那是的 你万一要是看不到老师 你后悔吗 那肯定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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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到这儿来 对 找老师感谢 对 是吧 这是 几十年前就想说的一句话 一直这么多年拖到现在 刚才真的 你说得非常对 如果说老师真的身体好 对 老师身体比你身体好 对 心态好的人特别年轻 特别 你看都73岁还这么漂亮 是吧 嘴巴甜的嘞 看他们俩这件搞得 我们有点想找原来的老师见一见 看看他们现在生活得怎么样 但是刚才据你们所描述的 这故事当中 这吴老师真的 远远不止下一位老师 他真的比很多长辈 很多你自己的一些亲戚 甚至比你的母亲对你的关爱 都要细腻 对 所以恰恰是这样的人格魅力 深深地嵌入在了你的脑海里 对 如果你不找他 你心里都感觉缺了点什么 对 是吧 会内疚 心里就是 就好像总有一件事情 没做 这个事情没做 睡觉也睡不踏实 三位老师 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您能从镜头上看到今天的我 我上课的时候 喜欢偷偷地看一些这种 古典的名著 什么《简爱》 《茶花女》 《小王子》这样的书 然后呢 每一次我都以为我能逃过他的眼睛 他在上面教语文 结果他下课以后都会偷偷问我 你今天又看什么书了 然后会跟我讨论 他会说你下次不可以 就是你的课 因为我确实是完成了课本的 我喜欢预习 他讲的东西我确实知道的情况下 他也确保我知道 当时我们班有一股这样的风气 你知道吗 就那种绿皮儿的经典小书 但当时老师对我们这样的行为 是发起了一个这样的兴趣小组 让我们每天上课前的五分钟 去介绍你 你最近在看什么书 你看了这本书在讲什么 你为什么要看 这是我从小长到大 我从来没有接触到过的 那种教育形式 所以就真的王万卿老师 在五年级的时候 对我的这种教育 对我的这种信心的建立 一直影响到我今天 我可以说如果没有 当时王万卿老师 对我的这种肯定 我可能甚至不会走上主持人 这条路 我不会有勇气 有信心站在舞台上 跟大家面对面的来交流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就是 所以因为第一点的这个原因 我就对今天我们这个 仲华大哥的这种行为 真的特别让人尊敬 因为这是一种 不忘初心的一种行为 我觉得今天我们看了这一期节目 所有所有的教师们 包括像我们在座的很多嘉宾 我们要对我们曾经 所有在我们迷途中 给我们指导的老师们 说一声谢谢 我要站起来说 谢谢 谢谢 吴老师好 你好 江先生好 嗯 嗯 特别的感动啊 特别的温暖 同样也有一位老师 一直是在我的内心的深处 恰好他也姓王 我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 王老师 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我妈妈那时候得了 出血性子癫就是血液病 然后去住到医院 爸爸就去医院照顾妈妈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会被王老师 带回了她的家 因为那是妈妈的第二次住院 下病危通知 所以知道可能 妈妈是有很大的危险的 很恐惧 非常非常的恐惧 但是我 我又是一个不太愿意哭的孩子 小的时候也不愿意哭 然后就在那忍着写作业 忍着眼泪 然后他也有一个女儿公一边大 然后当睡觉的时候 王老师就是跟他的女儿就是 他女儿跟他撒娇嘛 就在那儿亲呀亲呀 然后 然后我就背骨绳子 就假装睡着了 但其实我没睡着 然后就在他从床边走开的时候 他过来给我 因为我背对着外面嘛 然后他过来就给我 叶了叶背脚 然后 对不起 然后他就在我脸上亲了一下 就是让我对妈妈不在的那样的一种恐惧 驱散了很多 他可能也以为我是饶了那样的亲亲的一个 一个亲吻 一直都在我心里面 所以 真的是想到很多 我也觉得 我跟 像哪个一样非常的幸运 真的是幸运 真的是幸运 在 担得起妈妈这样的一个称谓的 就是为人师者 真的是这样 所以 吴老师刚才所有的 不管是在教学上的丰富 还是在生活上的体贴 包括去学一些简单的医疗肠症 为什么在那么艰苦的年代 却可以这样做 所以今天呢 特别感谢江先生 把这样的一个好老师 带到了我们谢谢你来了的舞台上 能够让我们去看到 教育背后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 讲讲我小学的故事 我长期的学霸 我有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父亲 我父亲是老师 教大学的 我七岁那年 得到了校长的接见 他决定抽出宝贵的时间 来接见一个小小的学霸 因为那时候我懂的东西太多了 班主任不放心 班主任就问 他一定会问你一个问题 为什么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我说我爸逼的呀 然后班主任说不行 这样回答没有觉悟 我记得有见到校长的时候 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 校长正来吃饭 然后看到我来了 问了一个问题 我特别佩服我的班主任 为什么要好好学习呀 我说为祖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 而好好学习 他笑声终止了 就问我一个问题 谁教你的 我说我班主任 真实答案呢 我爸逼的 我爸逼的 然后我的校长姓李 李校长感谢你的在天之灵 然后最终没有变成一个花花连篇的人 他告诉我一句话 孩子 孩子以后无论遇到多大的压力 诱惑 诱惑当时我还不太懂 一定记住要说实话 这件事三十年后 我校长走了 我为了纪念他 我写了一本书 书名叫《实话是书》 你教过来的学生 你教过来一个学生 出身非常的贫寒 通过顽强的奋斗 自尊自立自强 直到后来看看老师 直到把老师传给他的善良 回报给这个社会 足以 教师 为什么叫灵魂工程师 为什么一直受世代人的尊敬 因为他叫我们做人的道理 让我们永远对不起自己的内心 让他尽可能持久的干净 吴老师就是这样的人 你和你的学生 做了一个关于教师的 标准的示范动作 我们的姑姐是吧 你还有谦逊的美德 所以希望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 能引起更多人思考 谢谢你们来了 我们说 三寸舌三寸笔三尺讲台 十年风十年雨十年树木 所以说被别人称作一次老师 的确是一次灵魂的洗礼 得好好对准别人对自己的这份称呼 有时间的话回去看看自己当年的老师 我刚刚仔细想了一下 我印象当中最深的老师 太多了 初中一个 高中一个 复读班一个 都有 我不知道说哪个好 我说了哪个我都怕伤另外一位老师的心 因为一直以来我就是个调皮的学生 所以很多老师对我印象都非常深刻 找了这么多年 找到了老师 这个跟老师说点心里话吧 好不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 谢谢您了 吴老师 谢谢你 对一个老师来说 我们吴老师他当时的想法 包括现在也是这样想法 他只是他的工作 但是对我个人来说 不是你这样的来关心我 来教导我的话 我想我可能现在还是在我老家的那个山上 也还会很自卑 那所以我在我的心里我始终觉得就是说 我的爸爸妈妈 他生育了我养育了我 但是吴老师你教育了我成长了我 在这里我要说声谢谢 谢谢你 韩众娃同学 我想在这里跟我们大家说 这是不用谢的 为什么呢 因为对你 对其他的同学 我都是一日同仁的 这是也是我作为一个教师 英俊的职责 好 谢谢 谢谢 来 把你的礼物放在礼物传送袋上 什么呀 一个茶杯是吧 对 上面写的 施恩难忘 祝您健康幸福 老师您辛苦了 特制的 来 来 来 两位 拥抱一下 拥抱一下 跟老师拥抱一下 谢谢啊 你永远敬他 永远谢谢 谢谢 来 到这儿来 到这儿来 这电视机前所有吴老师的学生 看到这期节目的话都会非常的兴奋 是吧 老师给同学们的远远不止这一期 但我们永远记住的是老师的人格魅力 和给予我们的善良和温暖 所以说所有为人师的朋友们要注意 一定要在你的职业上做出你应该付出的 并且珍惜这个职业给你带来的荣誉 别的不多说了 以后如果这些学生都来找您的话 我相信每一次的寻找都会给你带来更多的生机焕发 谢谢 别的不多说了 谢谢你们 再见 谢谢 现在我只想说谢谢你 吴老师 谢谢你 不是你这样的来关心我 来教导我的话 我想我可能现在还是在我老家的山上 祝你永远健康 永远快乐 谢谢 好吧 在生活当中不是谁都能够为人师 但是希望谁都可以做到好为人师 在做到为人师的同时 请记住这个称呼给自己带来的一种尊重 好吧 所有正在从事这个职业的老师们 跟你们说一声 辛苦了 如果你们也有像他们一样的故事需要分享 有感谢或者是对不起的话想要诉说 也欢迎来到这个舞台 我们准备聆听你的故事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我们不会感觉到你的故事 我们到时候变咬喜欢不得吧 再结束 畅明 这张源